給曾蔭權和所謂黃楚彪涉及到租了的利益 是大千倍萬倍 現在是因為他有利益衝突 濫用權力是強搶香港人196億 所以香港人應該感到憤怒 絕對不可以容許這些濫權的情況 現在是明目張膽 強搶民產 我們的民知民工就是給這些權貴 因為他有利益 濫用權力 不讓我們問問題 不讓我們提37億 就可以強行通過有關的撥款 而這些撥款 他自己個人是直接得益 所以這令我們感到更加憤怒 人民力量會盡快和我們的律師團隊再開會 因為兩個星期前我已經叫律師再研究有關進行司法複合的可能性 我們會在短期裏面再跟律師開會 看看可不可以盡快的入憑法院 希望拿到的批准呢 可以進行司法複合 當然裡面涉及到很多法律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 早前終審庭呢 已經處理了某些訴訟 和否決了有關的申請 我們盡力去做 希望上天能夠 支持我們 拿回一個公道 拿回香港人應有的公義 謝謝大家